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時間30分鐘請發言 各位新竹市民朋友 還有我們在電視機前 還有我們直播線上收看的好朋友們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是新竹市長候選人6號高鴻安 首先我想先回應一下 剛剛1號的這個發言順序 1號的沈蕙宏候選人 剛剛我在底下其實聽了您的證件 但是我發現您在一開始 持續的在談到過去的一些政績 還有您被抹黑的一些狀況 當然我也要說 這一次的選舉 我也譴責負面選舉 也譴責所有的造謠抹黑 但是我想這一次的選舉 若要論全國抹黑第一名的受害者 我想高鴻安絕對是當仁不讓 同時我也聽到您在講到防疫的部分 但是很可惜的 在談到政見的時候 卻只有在最後面的幾分鐘的時間 才聽到您羅列了您這一次的政見 但是一聽到您的政見 我也不禁玩耳一笑 我聽到了您說 社會住宅要繼續興建 但是您知道嗎 在零之間的任內 還有您的任內 您在您們兩個雙雙辭職之前 你們的社會住宅開工的數字是零 同時您說空橋要全區興建 但是我要告訴您 空橋全區興建 早在我們的都市計畫當中 其實已經有一座空橋應該是要完工的喔 所以呢 在這情況之下 在您的任內 也完全將關埔地區 這些居民的心聲 視若無睹 他們多次的向您 和零之間的市政府來抗議 希望能夠落實都市計畫 但是零之間的市府任內 卻告訴他們 中央營建署不鼓勵興建空橋天橋 同時也說 中央不補助這些經費 沒想到現在呢 在高雲安的努力之下 我們發現竹科管理局 其實是有一個竹科的回饋金 是可以回饋到周邊的住戶 由此以來 才開始讓所有的候選人 大家都一起 紛紛的來同意 我們要做空橋的全區興建 再來你也提到 污水下水道要加速推動 可是呢 實際上在你們的任內 污水下水道 在你們兩位離職之前 其實我們的污水下水道普及率 只有20%不到 全國的平均是40% 我們還被隔壁的新竹縣還有苗栗縣超車 最後您說 孩子可以自有暢行在這個城市 但是我也要告訴您 我們收到了相當多在家長方面的陳情 告訴我們 孩子的同學是他們最擔心的 因為我們在新竹市 道路的交通安全 事故的發生率 其實在全國真的是相當的高 而且我們的同學步道也並不完整 我想您列出來的這四項政見 我不禁要說 這七年半來 你們有完全的權利 但是你們執政不利 也就是因為你們的執政不利 結果竟然今天被放在了政見當中 這是何等的諷刺 何等的可笑 在要四年的時間 如何證明你可以做得到 我想這都是我們看到 在這過去裡面 這一些您所謂的政見 都是您在任內七年半的時間裡面 並沒有完成的 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的檢討 任何的抱歉 甚至連大家一直不停的在質疑的 12億新竹市放球場 到底現在改善的進度是如何 為何在您的任內可以決定 7月22號要開幕 還造成我們的球員選手開刀受傷 我想這一些都是我對於沈慧紅候選人 剛剛我在底下聽到他的政見發表當中 我認為這樣子的政見發表 真的是對不起這一些新竹市民 你的任內可以做完的事情 你不去做 卻變成了你接下來要跟市民朋友 再要四年才能完成的政見 我想這是我首先先對他的一個 政見發表會的回應 我想在上一次的政見發表會中 其實洪安提出了 將新竹市打造成國際科技都 這樣子一個城市的願景 我也向各位市民朋友報告過 上任之後我要推動的各項政見 包含我們要積極來解決 我們大新竹縣市所許多的民生發展的問題 我們要推動新竹縣市整合溝通平台 我們也說到要改善舊城區的經濟發展 活力在線 要讓我們新竹市的舊城區 有更多的文化資產以及商圈 可以透過這些風華在線的方式 能夠讓更多市民朋友 甚至是吸引更多的觀光客 來到新竹 讓我們的產業經濟更加的活絡 包含了商圈再造 包含友善行人的城市 也包含了我們整合大新竹觀光 及文化歷史資產的觀光廊道 我們也提到了代表城市進步象徵的 公共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 這個部分的普及一定要加速來推動 不要再像過去七年半的執政 卻沒有達到市民的進步的象徵的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還這麼樣的落後 我們也提到了全面改善教育環境 包含像是教師的權益 學生的受教權 我們要讓我們的新竹好學的政見 能夠落實 讓新竹的孩子做世界的孩子 我們也提到同安當選之後 絕對正派執政 我們的公共工程不灌水 不膨脹預算 剛剛我們的審會後候選人提到 他說這些預算不能夠叫做膨脹 但是問題是追加預算這麼多的倍數 這難道是一個合理的事情嗎 我想大家都對於這樣子的一個追加預算幾倍 兩倍四倍八倍這些事情都是提出合理的質疑 我覺得真的不要把這些市民的合理質疑 當作是都是抹黑 我覺得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只會讓更多的市民 沒有辦法看清楚這些公共建設 背後到底是為什麼做這樣子一個追加 我也告訴大家 我們不只要兼顧城市美學 其實市民的公共建設實用性 能夠回饋到市民身上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堅守財政紀律 絕對不要浪費公帑 把每一個公共建設 當成是我們在這個公共建設 要怎麼樣能夠讓市民 可以發揮到最大的功用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今天我也要以移居永續 進步新竹作為我的主軸 來跟大家談一談 我們接下來 在國際科技都之外 我們要怎麼樣 讓我們的城市生活品質可以提升 還有讓我們的市民福利水準提升 以及我們產業規模效率 要如何來增進 讓新竹市不只是作為一座國際科技都 更重要的是 讓許多的市民朋友 都可以在這裡 安居樂業的進步城市 首先我想跟大家談一談 我們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Smart新竹 是我過去在我們的證件發表會當中 都有提到的 新竹市要成為一個國際化的智慧城市 其實有許多的基礎條件 我們其實是已經具備了 包含我們的產業科學院區 包含我們人才豐沛的大學層 包含我們的這些研究的單位 其實有相當多豐沛的能量 但是我們需要再把這些能量 做一個整合以及發揮 紅岸過去的所學 以及所服務的產業的經驗 很多都是在做數位轉型 還有一些我們相關的資訊 資通訊的基礎建設的打造 所以在看到新竹市這樣一個城市 我也提出了Smart新竹智智慧城市的 這樣子一個基礎的架構 在這架構裡面包含了我們的四大主軸 以及三大層次 四大主軸分為是數位科技創新物聯 三大層次分為了基礎建設 領域應用還有市民服務 首先在基礎建設的部分 我們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在整個城市的聯網 包含像是我們的感測器 以及5G網路的部件 這個部分在收集跟分析我們的城市的開放數據 Open Data上 收集好數據之後 我們就可以根據這些數據 來進行相對應的領域應用 包含說我們在成立市政物聯網中心 這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政見 因為當我們今天把整個城市的 這樣子一個城市的所有包含空氣水交通等等的數據 收集到了我們物聯網中心的時候 在這上面我們就可以做許多的市政服務 以及相關的應用開發 同時我們也要非常重視我們的資通訊安全 以及個人資料的隱私 所以在這些開放數據的運用之上呢 我們也會注意比如說去識別化 比如說注意我們的資通安全的架構 怎麼樣能夠讓這些開放的資料 可以被大家更廣泛的使用 同時又不侵犯到個人資料的隱私 以及資通安全的界線 這件事情我們也會成立所謂的資料管理委員會 來進行相關的第三方獨立機關的一個監視以及討論 再來我們Smart新竹還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行動支付的普及 這件事情其實在國發會 也多次的在提到我們全台灣在行動支付上 一定要更加的進步 所以呢目前在新竹市 我們當然已經開始有一些我們的商圈 已經開始有行動支付了 那我們未來要更加的普及 包含我們能夠支援的付款的方式 以及我們支援的金流的流向這一些 我們都要再增加更多的商圈賣場 甚至我們的攤販 我們會盡快來處理無現金支付交易的 這樣子一個行動支付的普及率提升 在應用領域方面 我們有八大生活 包含了永續交通觀光教育 還有建築健康農業安房等等 這八大生活裡面的每一個領域 我們都可以套用我們剛剛所說的 數據的收集 數據的分析 應用的開發 讓我們的每一個生活的面向 都可以產生翻天覆地的改變 我想以交通問題為例 我們的交通其實是大家非常頭痛的部分 那在大數據的運用上面 其實我們可以建置更完善的人流車流的大數據分析 包含說我們今天在智慧耗製的系統 就可以搭配如何來做一個 我們入口跟入口之間智慧耗製描述的最佳化 以及減少它的擁捨 這一些都是我們在數據完善收集之後 可以進行更多的分析 同時我們也需要再針對交通事故的熱點 來進行分析跟改善 包含說我們造勢率比較高的入口 我們需要加裝更多的智慧監視器以及感測器 來去進行一些影像的分析 並且同時在造勢發生的當下 可以進行盡速回報 來減少我們這個第一時間到場的這個 我們排除的時間 同時我們也可以透過影像分析 來提升我們的這些造勢案件的破案率 其實我想這一些都是我們在看到大數據的運用上 在每一個領域其實都可以改善大家的生活 同時在市民服務方面 我們要著重更加便利更加效率的市民服務 在這部分新竹通萬師通就是我提出來 希望能夠作為市政服務的鑰匙及窗口 讓新竹市政的服務可以進行數位轉型 整合各項市政服務成為一個單一的入口 未來我們的市民朋友在應用這樣子一個市政府的APP的時候 可以作為一個單一識別平台來建立我們新竹市民的數位ID 在這上面可以連接各項線上以及線下的市民服務 讓我們的這些生活應用可以更加的便利 讓我們的市政服務可以更加的數位化 再來談到交通暢行 根據今年的一份民調 我們的新竹市民超過72% 對於交通的是非常擔心 非常的擔心這個交通擁塞的問題 我們的新竹市在這樣子一個交通問題底下 其實林志堅市長自己也承認了 新竹市民最不滿意的就是交通 其實它不只是逐科的問題而已 也包含了其他我們新竹市的市區各大主要的通勤通學的干道 其實長期以來都面臨了交通擁塞還有道路安全的問題 所以呢我們在看到這樣的問題長期以來並沒有被解決 而且還甚至有惡化的趨勢 這件事情我想市民朋友寶貴的時間還有生產力 浪費在車陣當中真的是相當可惜 所以我也不禁想要問沈惠宏候選人 號稱是交通專業的這一位我們的前交通處長 前副市長 但是呢在他的任內七年半的時間 到底為什麼這樣子一個交通問題都此時無法改善甚至惡化 新竹市的交通 新竹市民給了你快八年的時光 可是呢我們看到的交通擁塞還是依然存在著 所以新竹市的爸爸媽媽很多人都告訴我說 他們在這個上下班的時候 其實下班之後他們很擔心沒有辦法 即時的回到家裡面 來讓我們的孩子吃到熱騰騰的飯菜 他們也提到新竹市的孩子很多在上學的時候 還是要冒著人車爭道的危險 然後呢最後爸爸媽媽還是擔心孩子們的上學問題 最後還是自己開車接送小孩上下學 那這也同樣的會造成我們上路的車輛的增加 新竹市的公車搭乘率持續的低迷 我們可以看到有新竹客運面臨停止的危機 這些都是我們希望到底什麼時候大眾運輸 才可以成為市民們心中的首選 甚至是大部分市民願意採納的運輸方式 我們也看到新竹市的交通事故 每10萬人造勢死傷的人數 連續多年是名列全國前茅 安全回家的路有這麼難嗎 所以洪安提出了交通暢行的六大政見 其中也包含了我們要如何來應應 我們的這些交通改善的小組 如何來進行review 所以洪安也承諾上任之後 成立交通改善小組 由我親自來擔任小組長 做進度的相關的控管 以及前面我們看到候選人有講的ptca 這個部分我們都可以用專案管理的方式 來進行交通改善的這些進度的檢視 同時針對這個易造式跟擁設的路段 事實上我們也要特別來增加許多的 像我剛剛所提到的一些我們數據的收集跟分析 以及更多的手段來解決這些交通擁設 還有事故發生的問題 同時呢我們也會積極推動 包含像是我們台一線的替代道路 高鐵橋下的聯絡道 還有跨頭前溪橋的這個頭前溪的替代道路 以及我們的西濱快速道路的鳳比香山段 還有我們的克亞大道延伸進市區的這一段 剛剛前面沈惠宏候選人說 前面三條的這個路是替代道路 是他先提出的 我要告訴你其實不是 其實這些是新竹縣他們在主折 兩條是新竹縣主折 一條是林鄭哲市長時期提出的 我想請教一下 如果你真的覺得這三條道路這麼重要 你先提出來 為什麼前面七年半 你沒有在加速在做這些推動呢 而這些兩邊新竹縣 陽文科縣長都已經開始在做了 那我們新竹市要配合推動來辦理 這個部分我想真的是 不要一直不停的去強調 自己是先提出的 那對於其他已經先在做的這些政壇的前輩來說 真的是蠻冒煩的 汪汁我也提到了安心通學步道 還有安心交通車 這一些是為了解決我們當地家長 因為學區爆量 沒辦法讓孩子就近入學的問題 我們必須要給孩子們安全回家的路 所以安心通學步道 安心交通車 我們會全面檢視所有的路線 目前的安心通學步道並不完整 我們會嘗試的 將所有的通學步道 把它在都市設計上面 道路設計上面做好 這樣才是對孩子們還有家長們 最負責任的表現 同時我們也會推出園區的企業 共成平台 以及我們優化公車的路線 推動幹線公車 還有包含觀光巴士 同時我也提出了ART Aautonomous Rail Rapid Transit 這個實證的計畫 這個計畫 其實我們是前瞻布局下一個世代的自駕車 為基礎的大眾運輸系統 這樣子的計畫 也已經在竹北實證運行當中 所以未來我們由新竹縣市來共同推動 讓我們的平面跟高架道路混合的方式 來推動這樣子一個ART的大眾運輸 並且設置智慧路口的防撞系統 還有包含智慧耗製實相的推波系統 以及智慧後車的站牌系統 這一些都是我們未來前瞻的技術 可以去做到的事情 透過這樣子所設置的設備 我們路口的耗製描述還有橫向的來車 可以跟自駕車做更有效率更友善的溝通 這些我們都想到 其實ART這樣子的一個技術 真的是相對來講比較前瞻 而且在我們台灣已經有許多的學研單位 還有廠商已經都在開發屬於台灣本土自治的產品跟技術 所以呢我想其實沈慧紅候選人剛剛提到的 說這個新竹市的路廊不足對於ART的這個部件會有影響 但是我也想請教一下輕軌不也是會佔到道路的面積嗎 那如果說今天高架的橋墩不也是會佔到道路面積嗎 所以我覺得不應該用這樣的方式來去詆毀ART這樣子一個前瞻的技術 在我們新竹市可以落地來做實證 那同時他也提到無人公車過去有在南寮驗證 可是呢因為一些因素所以沒辦法繼續進行 但是我想請教為什麼南寮不能驗證 可是竹北跟台北他們都可以在做實證 甚至也推出一些相關的計畫呢 是不是成功的人找方法失敗的人找藉口 同時你也提到過2012年的時候 其實電動巴士就已經實證失敗過 但是你提到的電池技術其實在今天 10年後的今天其實電池技術已經成熟了 那為什麼還要用過去失敗的思維來思考我們未來4年的交通建設呢 再來我想提一下社會住宅以及我們的青年創業 新竹市在2020年所進行的人口普查 有48萬的常住人口平均年齡是38.2歲 真的是台灣北島所有縣市當中最年輕的城市 在這樣的一個年輕城市裡面 年輕人最煩惱最需要協助的問題 就是居住爭議還有包含我們的創業啊 或者是就業的問題 所以林志堅前市長在2014年所提出來的政見 他說1500戶的社會住宅 這樣子一個政策在他離職去選桃園市長之前 林志堅跟沈輝紅的政策 目前呢看到的是離職之前的開工戶數是0 那這樣子的一個狀況呢 我發現如果說今天對於年輕人 社會住宅確實是相當重要 也對於我們的居住正義是相當重要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在這邊承諾8年4000戶的目標 來興建我們的社會住宅 並且以市民可以負擔的價格來訂定相關的租金 並且呢我們也會採用輪候制 讓我們的市民朋友可以拿到租屋的排序 如果是特殊身份包含像是身心障礙低收入戶 那我們可以優先來提供我們的成租的資格 來更加符合市民朋友對於社會住宅的期待 同時對於青年朋友 我們也會保留一定的戶數比例 來作為青創保留戶 未來如果青年朋友透過自身的專長 或者是提交一些對活絡社區有幫助的一些公益計畫 來申請入租資格 這樣子的方式可以讓社會住宅不再只是冷冰冰的建築 而是充滿一個人情味的家 甚至人情味的社區 新竹市政府未來我當選之後 也會提供最高6000元的分級租金的補貼 讓一般的租屋者也可以減輕租金的壓力 可以保留更多的預算來投資自己的成就未來 我想在這個部分 就是在我們社會住宅以及新創的政策上 其實青年創業創新創業的這個政策 我也早在今年8月底的時候 就跟我們在地的創新創業協會 一起來提出新竹安新創的五大創業政見 包含說我們要一站式的專業服務窗口 以及我們服務新創產業用在地企業 以大代小的方式 讓更多的新創產業能夠有場域有機會 能夠更容易可以讓他們提升他們成功的機率 那同時我們也提供創業補助獎勵補貼 然後還有包含融資貸款 健全我們新創資金還有體系 那這些創業青年的生活成本 我們也透過一些新創整合的宣傳平台 還有相關的計畫 來希望能夠降低他們的成本 以及提升他們成功的機率 我過去曾經有產業界輔導新創的經歷 所以我也知道在這些創業的過程當中 真的是創業維艱需要許多政府推一把 作為他們最好的後盾 所以呢新竹安新創的政見 就是在這樣子的一個我們的經驗 融合了在地的協會的一個發生之後 我們把那樣的一個政見推出來 希望未來可以讓更多的青年創業新創產業 可以在新竹大放異彩 甚至可以到世界發光 最後我想談一下移居永續的政見 全球暖化的危機已經迫在眉睫 我們也看到全球開始在不管是Glasgow協定 或者是R1100對於產業在淨零碳排 以及我們相關的一些碳排上面的規定 其實都已經呼之欲出了 我們也看到有許多的城市 包含台北市在內 其實現在有1050座城市 目前都已經宣示要在2050年前達成淨零碳排 所以呢 紛紛的大家都開始提出所謂的淨零碳排路徑 這樣子的一個規劃 所以呢 我也告訴大家 我們也會跟進來去做淨零碳排的 新竹市的路徑規劃 在今年3月的時候 我們的國發會也正式公布了 台灣2050淨零碳排的路徑排放的藍圖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一定會配合讓新竹市 在2050年之前 可以達到淨零碳排的城市規劃 相關的制製條例通過 以及確保我們相關的政策可以規劃及落實 在這樣子的一個永續發展之下 其實綠運輸也是未來趨勢 中央跟地方一定要攜手來做合作 推動相關的政策 所以我也會加速推動未來的電動車的充電樁 在我們的停車場 還有一些相關的公有設施上 我們要提供給電動車更多友善的充電的環境 這樣才可以配合我們中央國發會的政策 在我們的2040年之前 有一些電動車的這些我們市售佔比的提升 這一個部分新竹市才可以跟得上 同時我們也會加速太幻新竹的焚化爐設備 並且推動我們的綠屋頂計畫 我還記得行政院的政務顧問鄭鴻輝 他在民進黨沒收他這個新竹市的市長的初選之前 也提出了種樹愛地球 還有打造森林城市的相關政見 我相信為了避免全球暖化帶來的氣候極端的威脅 避免急降雨啊颱風等等的這些極端的水情 所造成淹水的災情 我想這個部分健全都市的水循環 讓我們成為一個綠色城市 這絕對是一個刻不容緩的事情 所以呢我也提到 我們用海綿城市的概念來打造新竹市 讓我們的都市的續洪池 還有包含像公共設施的透水 還有綠化路盛 還有增加我們的防洪的忍受度 還有包含像是雨水中水地下水的利用等等 這一些都是我們希望未來一定要重視 來避免我們淹水的災情再次的發生 同時我們也看到 許多名副國小的師生 還有旁邊的家長啊校友跟我反應 名副國小旁邊的永北胡郡呢 其實長期髒亂且散發惡臭 所以呢在這部分的話 林志堅跟沈惠宏釋服我們可以看到 不斷的踢皮球視若無睹 所以洪安在這裡也承諾 相關的這一些核郡的污染 或者二臭的問題 我們未來會整合環保局 還有新竹的農天水利會等等公司單位 我們一定要努力的讓大家的生活環境可以變好 永北胡郡的整治這個東西 我們也會來努力來去做 讓二臭不要再燒老到旁邊的國小 還有旁邊的鄰居環境 同時在空氣污染的問題 我們也會來全面檢討新竹市空氣品質感測器的 部件的廣度以及我們的密度 包含像是空品盒子這一類的感測器 我們未來也會跟環保環保署來更多的一些互動 來及時掌握市民朋友生活空氣的指數 那包含說我們過去曾經有發生一些可能園區的產業 有一些我們的粉塵外洩或者是空氣污染的問題 這個部分如果我們未來在這個空氣品質感測器的部分的部件 能夠更加的完善 那我相信市民朋友的空氣污染的問題 可以第一時間被掌握 第一時間被解決 經國路跟民副國小周遭的路網 我們也會來改善 來增加我們經國路綠原道的使用率 讓我們的經國路可以打造成新竹市的都市之廢 並且呢持續在新竹市廣設植被 讓新竹的孩子可以在清新的空氣 還有接近自然的氛圍當中成長 我想這也是實現我們對新竹市移居永續 進步程式的一個很大的願景 再來我想要跟大家談一談的是我們的平權共榮 這個部分呢我們在我們在我們的過去呢 其實有提到很多的一些六大平權相關的一些政見 我們提出了一個我們新竹有愛身心無愛的政見 在六大平權裡面的重要觀點就是我們的CRPD 我們國際的身上的權利公約 其實裡面有特別提到 我們不應該因為有障礙的這樣的問題 而造成他們在禁用任何的一些設施 或者是網站上有任何不便利的地方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進步程式非常重要的一個 能夠為這些有障礙的人士 我們來提供他更多無障礙的空間 以及無障礙的使用方式 所以未來呢不管是在我們的相關的 比如說網站 公部門的網站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公有設施上 我們一定會努力來達到 讓更多的我們的無障礙空間可以落實 讓大家都能夠安心的去使用 所有跟我們市政服務有相關的事情 再來是我們的新竹好安老的政見 我們六星級的服務新竹好安老 主要是要談到我們的長輩福利 過去呢其實在地方上 有非常多的一些對手的耳語 都跟我們很多的長輩朋友說 高宏安上任之後 會把所有老人年金啊 還有我們的重陽金老金都砍掉 我在這邊要再次跟大家澄清 宏安上任之後 會持續來發放安老金貼 以及重陽淨老金 同時呢我們也會加碼淨老愛心卡 讓我們的淨老愛心卡 不只點數增加 項目種類也會變多 包含像是我們其他縣市有的醫療掛號 或者藥品的補助 以及我這邊也提到了 我們希望未來我們的淨老愛心卡 當選之後 可以讓我們的農漁會的直銷中心 可以讓我們的長輩們 運用淨老愛心卡 去購買我們當地的農漁特產品 也有這樣的方式 我們也可以在地活弱 我們的循環經濟 讓我們的產業 有更多的一些 我們跟地方上的民眾的互動 所以我相信 在這個淨老愛心卡的加碼方面 不僅僅是要讓點數增加 更重要的是要讓 我們的點數可以更好使用 那同時呢 我也看到許多長輩 在我們的照顧關懷站 還有日照中心 還有樂靈學習中心 他們願意走出家門 然後跟我們的一些 其他的長輩們交朋友 然後一起唱唱歌活動 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事情 我們面對到未來高齡化的社會 其實事實上 每一個人可能在退休的生活 或者樂靈的生活 都需要政府提供更好的協助 所以呢 我在這邊也跟大家承諾 未來日照中心 照顧關懷站 樂靈學習中心 我們市政府一定要提供更好的場所 更好的軟硬體設施 甚至是在課程的部分 也要提供更多元 那在專車的部分 也會希望未來 我們要能夠用長照專車 來載送我們的長輩們 來到我們的這些學習中心 讓他們可以享受到 更方便更便利 又可以走出家門 來練習相關 來學習相關的一些課程的機會 最後 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的這些每一分納稅錢 可以不再有子孫 所以在長輩福利的政策這方面 我們也會努力來開源 努力來創造我們更多的這些收入 才有更多的一些福利 可以回饋給我們的這些長輩們 同時 我們也提出了0到6歲 市府養的這樣的一個政見 希望呢 我們不管是從生育前的動卵補助 到我們後面我們的幼教補助 還有我們的生育補助 還有我們的育兒津貼 這一些都在我們的政見網站上面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歡迎打開我們的選舉公報 上面有QR Code 可以連結進到政見網站當中 我提出了100多項的政見 只可惜 我們常常沒有那麼多的機會 可以在媒體上面來講述政見 所以呢 我也希望說大家可以多多來看一下 競選網站上的政見 到底我們列出來一些 是你們覺得真的是非常扎實 希望你們可以來了解的政見 而且對於我們未來新竹市的願景 也可以提出你的想法 當然我們也必須要提到農產品的部分 其實在新竹市 除了大家所知道的科學園區 科技產業以外 其實我們在香山區 也有很多優質的農產品 包含說我們的茶花 苦茶樹 玉蘭花 還有甚至像荔枝 稻米等等 都有好多好多的農產品 所以呢 未來我們市政府也會幫忙進行大力的推廣行銷 搭配了我們中央農委會有的 像發展在地特色的農產品的農糧產業的加值鏈 還有拓展農產品的國際市場 這一些相關政策 都會成為我們未來推銷農產品的一個相當好的一個 能夠幫助我們建立品牌 走出新竹甚至走出台灣 在最後的這兩次的政治政見發表會呢 我很高興可以跟大家來談談我們很多的一些政見 但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真的沒有辦法把每一項政見 都來跟各位詳細的表述 所以呢 歡迎大家可以上到我們的網站上來進行了解 那我最後也希望告訴大家 其實 11月26號星期六 真的是一天可以改變新竹未來的一天 紅安沒有大黨的傳統的組織戰 也沒有所謂的一些我們在地方上 有一些過去的人脈 可是呢紅安靠著自己的政見 自己走訪基層 也到了今天決定新竹未來的最後的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 11月26號星期六 出門投下6號高鴻安 讓我們新竹可以一起變得更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候選人高鴻安理事的發言 接下來我們請候選人林根仁先生發表政見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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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ght alright infamous 하시는藥 我讓我們先教我們 兩個國家 我們先來個參觀